南方日报讯,12月8日下午3点左右,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发生了一起病患家属聚众打杂事件 近百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木棒打杂医院一楼大门和接待大厅 现场损毁严重,一片狼藉 据悉,打杂发生时有20余名警察在医院维持秩序 广州市立湾区卫生局相关人员在现场调解 搜狐视频新闻整理播报